大家好 这段是要跟大家说明 去人声 教你该如何使用 Bodacity 移除人声 下载跟安装参考下这两篇 这个功能指的是 去除人声 只留下BGM背景音乐 这个的意思 就是去掉人的声音 只留下 BGM背景音乐 那如果你需要一些 背景音乐的话 就是说你的影片需要一些背景音乐的话 在YT上有免费的 可以用 免费的BGM可以用 参考下这篇说明 好那现在是说明下操作步骤 点击打开 Bodacity 打开之后 要将 外挂 Bodacity 的程式载入 在这边 这个要把它启用 才可以使用 OK 这里 plug 这个 ins这个 是这个 要把它 挂入 才可以使用 移除人声 这边 的这个 的这个 呃 层次 外挂 点击效果 加入外挂软体 这边 这边向下拉 看到人声 意志 及隔离 这个是 这个是当前的绝对路律 这个是当前的绝对路律 你要对应到 当前的绝对路律 你要对应到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不然会没办法用 不然会没办法用 点击启用 状态这里 显示 已启用 这样就OK了 点击确定 那现在载入一个 汇入一个影片档 档案 开启 比如说这个 小幸运这个 开启 载入之后 那在前面的很多的教学都讲过 你这个背景要变成反白 就是代表我现在正在处理的 深波是这个 你要点击选择 这个背景会变反白色 就是代表我现在正在处理 这个深波 效果 这边 人生意志及隔离 那接下来动作这个把它切换到 移除人生 那这三个参数 大家自己研究一下 那假设你乱调乱按 跑掉了 点击管理 出厂预设值 把它还原成预设值 这边 OK之后 点击一下确定 就说你这三个参数你调好之后 点击一下确定 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就完成了 那你可以那个试听看看 右下角喇叭 其实也不用了 你就是试听看看那个 结果 这样子 那试听完就点击下停止 那在这边说明一下 要完全 去除人生 十分的困难 残留下来的一点人生 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就可以 再次强调 要完全 移除掉人生 这个是非常的困难 你就不要要求到那么高 原则上在能接受的范围就好 那由于 移除人生后 会变小生一点点 那你可以使用增幅的功能 将分贝放大一点 点击选择 你可以把它放大个 那个放大一点点 这样子 就是有那个需要的话 好像这边的话是还OK 因为有的那个声 有的影片 他的声音本来就比较小 那你可以透过增幅的功能 把它 那个db 分贝把它放大一点点 去旧换星 那讲解这个要蛮久的 就是这边的这些步骤 那请参考下 最前面的两篇说明 就是将 去族后的那个 人生再合并为 影片里面 参考下这里面的说明 点击 显示完整资讯 如果可以的话 大家可以 透过这个连结 Donei资金给我 赞助资金给我 才能维持这个教学频道 正常运作 谢谢大家 耐心收看 此段教学 过去的 未经许完